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财富指挥官 财富掌停板 岁末年初即将接近封关的一个时刻 接下来你该怎么办呢 我想我今天来要把话说明白 要把未来的行情说清楚 而且我今天来先开门见山的 跟各位来讨论一个 最简单在年中时候 你必须要面对的话题 我想我讲的最直接的各位注意 没有不能做的行情 今年的行情从最高点往下跌了 5800多点注意 很多人认为这个行情不能做 但是我黄敬哲 但是我们指挥官家族 屡屡的突破这里面 相关性的通膨概念股 相关性的解封概念股 相关性的军工概念股 结果我们都逆势而上 所以说没有不能做的行情 甚至下跌的过程当中 你还可以做放空 那么你要找会做行情的人 之所以你从头到尾都在套牢 是因为你找错的人 没有不能做的行情 是因为你找错的人 找不会做的人 所以今年的这些人 你必须要先把它太除了 那么你不但要找会做行情的人 我现在直接告诉你 兔年的时候 假如你想这个 一吐怨气 吐飞猛进的话 你第一个 你要找能选股的 第二个 能买还能够卖 注意能买还能够卖 能卖还能够放空 这才是重点 能选股能买还能够卖 能多还能够放空 我想我这句话跟各位讲 也许有一点点提醒的作用 我也只讲这句话 如果你找得到比我们指挥官家族 比我本人更好的 甚至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方向上面更为正确的 你去跟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觉得我是对的的话 麻烦你明年兔年的时候 想要一吐怨气 想要吐飞猛进的话 请你一定要想清楚这两句话 请你一定要找对人 在飙涨的产业当中找飙股 只有大赚跟小赚的分别 从今年一开始的时候 大盘往下一拉回 我就跟各位讲说 从飙涨的产业当中找飙股 从飙涨的产业当中找飙股 只有大赚跟小赚的分别 做到三富大赚 做到凤凰小赚 做到2618的长红行也是赚 就是告诉你大赚跟小赚的分别 但是各位看到没有 后面也是一样啊 你做到6508的汇光是大赚 做到1722的台肥是小赚 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么在飙涨的时间 飙涨的产业 这个飙涨的产业还有时间差 还有能买能卖 只有大赚跟小赚的分别 但是你在衰退的产业当中 衰退的产业当中 找飙股配息 衰退的产业当中 找飙股配息 只有大赚跟小赚的问题 而且讲得更直接一点的 亲爱的朋友 这个幅度是很大的 各位没有发觉吗 你可以一边在三负做多 一边在干嘛 一边在心心做空 可以多空双向 所以我跟你讲说 各位看到没有啊 你今年想要赢 你不管你喜欢 我也许我不喜欢做空 因为当时有很多空在被限制 所以我后来一直选择做多 你一定要选择会做行情的人 能买能卖 能多能空 还要能够选股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注意哦 我认为啊 标准几乎就在这个地方了 如果说第一个 这个市场上面啊 这个人从来没有带你说放空 而且每天都在骂做多 从来没有带你放空 而且每天都在骂放空啊 我觉得那也不对 注意哦 未来的行情 很可能啊 在过完年之后 也就是明年的兔年啊 很多股票还是有多有空 同样的股票你又没有发觉 这可能没多久 这可能也没多久 但是也有股票会往上的 还是有股票会往上的 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为什么我今天可以找到股票 涨停板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是千真万确哦 我先告诉你哦 这是千真万确 等一下给你证明哦 所以股票是 股票是看你会不会做啊 不是看这个行情是怎么样 如果你要看行情是怎么样的话 我也很难回答你 因为你到底问我是哪一种股票的行情啊 我只跟各位讲一件事 如果跟大盘有相关的话 这个行情一半一半而已啊 我就告诉你一半一半而已啊 他讲的也不见得是对的啦 我等一下会跟你分析啊 好我想我今天开门线上 先跟你讲这件事的时候 我认为这件事很重要 为什么呢 这个也不能当老师啊 我就直接告诉你啊 这也不是你的老师啊 从这里 好像是从这里吧 这里就被进空了 空空空空空 空到现在 嘎了两千多点了 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多跟空 这个也不能当老师啊 死多头死空头都不能当啊 我就直接告诉你啦 你的老师你看这跟他一年了 从来没讲过一个空字的 不行 你老师跟他半年了 没讲过一个多字的 那也不行啊 我只告诉你 这两种老师 我可以告诉你 我亲而一举就可以打败他们 那连方向都错了 还跟他讲什么 所以我还是讲这句话 你找得到比我更好的 我真的能多能空 我真的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留真的头肩底 我等一下跟你讲 高出甲的头肩底 这件事情是现在要做的 更久之后 或许高出甲头肩底 会变成空甲头肩底哦 所以你要各位注意到这个情况哦 来注意 先讲短线 剩下没两三天了 我们说真的一件事 你说老师 你帮我赚十支停板 打死我也赚不到啦 你说老师你讲话 怎么直接对啊 废话 剩下三天四天 你叫我给你赚四支停板 我去哪里生出来啊 我昨天就告诉你这句话了 安控回温 对不对 下一档跟上 安控回温下一档跟上是谁啊 很简单吧 各位啊 这有什么困难度啦 整理完之后他会跳上去嘛 整理完之后他会跳上去嘛 隔一天他就掉下来了 所以你至少赚他一次停板 不是一样吗 有没有要跟 没有要跟哦 我赚的钱就好了 我也是跟我会儿朋友讲说 涨停板附近就可以出了哦 我就跟你讲 但是这支还在哦 红毛骨哦 红毛骨跟你讲说要什么 要跟过年有相关的 跟过年有相关的 我已经讲到那么明白了 跟过年有相关的啊 营收要漂亮而且还要更快 营收要漂亮而且要快 不是他吗 这是我们抠讯的 美额快果然是年前强势恭喜涨停板 这样真的你当会员真的有赚到 这个才能拿出来讲 而且后面还有机会 你看阿里巴巴还在创新高 中国大陆跟风值一样 一下子跟你说 哎我要把马云抓起来了 因为我们要什么什么 要风控 现在又把它打开了 又说我们经济不好 所以阿里巴巴赶快做生意啊 阿里巴巴会相关的 当然就是像这种美额快 这种直播组方面的概念股啊 所以短线上该给你做的 有没有做到 我几乎每天都在努力地做 我只能跟你讲说 我是一个很认真的分析师 但是你说老师我美额快要再赚 四支五支停满不可能 因为快要过年了 但是从这里 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精神 所以我今天还是回到这句话 如果台面上你可以找得到 比我更认真的老师 比我更能够看穿行情的老师 那你跟他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对你的老师 有任何怀疑的 我请各位花一块钱就好了 打个电话来问问 我讲话完全都是 万兆行情讲 我不会跟你吹嘘啊 来天宇多好 对不起啊 这只是个小的头肩底 注意为什么这个要假头肩底 因为假如是真的头肩底的话 他会攻到前面的高点 我要用这个讲才快 知道吗 我问你一件事 4961天宇 有人敢说天宇会涨回395块的 请举手 如果没有的话 那这个就是所谓 下跌过程当中的一个头肩底 像是什么呢 这个也像是 你看这里沉下去很多啊 沉下去很多 所以他会稍微有所反应之后 最后又要回到整理形态 我就直接告诉你 所以这个称之为假头肩底 稳帽呢这两天也有很多人说 我也可以告诉你 稳帽跟着我做过年 你会过得很好 问题是这是什么 如果稳帽从天上做到地上的时候 他每天都说做得很好 听起来这一段是对的 但是各位啊 这个叫做假头肩底 日线形成的都叫做假头肩底 你可以做短线的价差啦 但是不见得比我的好啦 我就直接告诉你啦 你如果可以跟我讲说 350块钱的群年 可以涨回620块 那就是真的 如果不是就是假的 所以最近很多假头肩底的股票呢 我只能说 它不能叫假头肩底 它应该是说在下跌过程当中 形成的一个形状 那各位注意一下下 我等一下就会跟各位讲说 各位看到没有 在上涨的过程当中看起来 你看和多少人跟你讲 这叫头肩底 对不起 它只是上涨过程当中 类似头肩底的形状 后面又涨上去 这个叫下跌过程当中 类似底部的形状上来之后 它还是要回到整理的一个盘面 这个才叫真头肩底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真头肩底一定是月线 假头肩底是日线 所以你看这个是经过几年 这是三年的底部啊 我就直接告诉你 也没什么关系 不是荧物上这一档啊 我的意思是说 有很多股票真的头肩底 它一定是经过这么多年打出来的 不会这么多年打出来的 它不会是这种 我昨天到今天大跌之后 就出现头肩底 如果你97年的时候跑去坐雷虎 就这么一小段而已啊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这就是可跨年本身的啊 看到没有 这就是所谓的 真的可以跨年本身的冲锋的 头肩底概念股啊 底型概念股 这才是真的啊 那这个都是假的 包含整个大盘里面 来 台积电 我直接告诉你一件事 台积电也是假的 台积电能够到这个平台区啊 你就已经欧米朵了 为什么呢 直接用大盘看 各位看到没有 大盘呢 现在是有点往下倾斜 有没有发现 往下倾斜的头肩底啊 所以能够到前面这个15475啊 都已经很难了 已经过了这个下跌 下跌本身的一个景线了 所以最多最多就是攻到这个15475这个附近呢 就开始会有一些股票落势下来了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这个行情你到明年的时候 明年前半年真的就是在这个区间 因为它又回到这个 12000这个有国安基金嘛 15475又很难过的情况下 又继续回来之后做整理 这个机会是最大 你说老师 你凭什么这么讲 我凭这个跟你说好不好 这叫什么 纳斯达克 如果说美国股市真的是头肩底的话 不会只有废城半导体看起来像底部 纳斯达克看起来像什么 像准备破底 如果说台湾股市真的是底部的话 不会韩国股市看起来 好像要破底那样子啦 那这是什么 这叫特斯拉嘛 如果这里是底部 特斯拉要飞起来啦 这是苹果啊 我一开始跟你讲这样有没有错 这两个字怎么念 活路啊 要不你要做到成长性产业 成长性产业一定是什么 跨年型底型的 绝对不是你们现在的老师在讲的什么文貌 什么天狱 我告诉你这些都不及格 都不可能是因为那是日线 你再看清楚一下 来用这个讲就可以了 这样够不够干脆啊 7月到11月这样就是底部哦 你有没有看看人家底部长多久啊 人家底部是多久 人家底部是民国97年到109年了 这个才叫做底部 其他这个你用月线去看 来我等一下再来说 你看你从月线去看 从月线去看 拿一个4961好了 4961 来拿一个看起来像底的啊 顶多只是大跌过程当中的一个反弹啊 所以我说啊 有没有带你做这一段 第一段先把它讲完好了 证据在这里 去年跨年的时候 证据在这里啊 后面再慢慢说啦 证据在这里啊 证据在这里啊 所以我就这么讲啊 如果你明年 我真的必须要讲一句话 找错老师水深火热 我话讲得很明白 因为今年很多人水深火热 我当然不方便点老师的名字 但是我可以讲你的感觉啊 很多人是水深火热啊 没有错啊 所以很多公司上电视 都是用新的分析师啊 新到连我都不知道 他到底是从哪边冒出来的 没错吧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啊 今天来 已经到了跨年的这一天了 老朋友新朋友都一样 老朋友来 今天话敢这样跟你说 有没有到了最后一天 还在跟你拼涨停板啊 倒数一两天啊 有没有到了最后几天 还在跟你拼涨停板啊 这样是不是很认真啊 老朋友我先讲了 新朋友 我还是这么跟各位讲 你看到我到最后一天 都还在帮所有朋友拼 你看到我这个之前 还不断的帮所有朋友 拼出这种长线底部的股票 这多久的底部 103年到109年 如果你觉得我好 我们今天很重要 欢迎你 加入我们兔年最新的一个专案 年底的什么都好说啊 该给你的红包不会少 你记得我这句话就好 愿意的话 拨通专线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我们等您电话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运大头部黄老师 库运通达357优惠 库运通达357优惠 祝贺您 万事如意 迎新年 玉兔迎春 望全年 直线新春期间 立即不打0227810909 27810909 RSI九大要领 急迫指标盲点 太弱换墙 让您改变散户的命运 运达通过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通过黄老师 库运通达357优惠 库运通达357优惠 祝贺您 万事如意 迎新年 玉兔迎春 望全年 直线新春期间 立即不打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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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大同步 尊心照顾 千年国民法官 不让白人找麻烦呢 如果不跟我的女儿 该不怎么办 不用烦恼啦 国民法官的资料都是保密 法民的烦恆也不能去送 而且捎到国民法官是犯罪的行为 所以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我都听你讲我 我就放心了啦 来 古董 你又喜欢我 不不不不 漂亮人去 来 漂亮人船 谢谢 好 国民法官 希望您一起参与 股票市场都是有涨有跌 但是最可怕的上涨 是因为它连续 可以说是涨了接近三年以上 结果大家根本就忘记 都只记得这张图表 一路上会上涨 那如果超过了三年 甚至五年 那基本上这么长的时间的时候 到了最高点 都忘记说这个股票 有一天它会跌回来 现在连房地产也有一天要跌回来 你没发现吗 所以都忘记说 它可能会跌回来 这样的一个事实 所以随时随地 到了这张图表的时候 你也必须要会 如果你的分析师 真的是到了这个 所谓最高顶点的时候 都完全不知道 甚至我也必须要这么说 台面上我知道 几乎是很多层 不要讲九层 我都讲不出来 很多层的分析师 到这个所谓的最高点 还是跟人家讲说 万海会涨到五百 什么阳明会涨到四百 什么长龙会涨到三百五的 我很直接讲一件事 假如你今年干过这个事情的话 我劝你明年先沉淀好不好 不要再出来误人子弟 我会讲这句话很重 有些分析师我真的劝你 不要再出来误人子弟 那你偏偏你还在他身边的话 我就没什么话好说了 各位有没有发觉 这波行情的反弹过程当中 人家涨了差不多两千多点 还有一个角度上来 你看他有吗 我真的讲一个事情 现在当然还没这个风险 但是如果哪一天他弹上去之后 突然之间掉下来 对不起 不但是阳明没机会 连这个整个大盘都被拖下去 你不觉得吗 你先看清楚 我为什么敢这么口气这么大 今天口气这么大 跟你讲这件事 因为我做对这件事情 救了多少人 你做错这件事情 你会害了多少人 我想我讲这句话够白 你问老师 真的吗真的吗 我问你一件事 现在全世界人家说 被骂的最惨的叫做马斯克 为什么 当初他也是创造最多财富给你 问题他跌的时候他没跟你讲 没错吧 比特币 还有那个什么 狗狗币 特斯拉现在整天在降价 你买他车的人都算倒霉 就是这么讲 我当初就跟你讲说不对 我太太在买的东西叫做什么 叫做宾式的电动车 宾式在做了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这是季线 你不要等太久 我真的要讲一句话 你不要等太久 人家的季线都已经在向上了 好就讲这个好了 人家季线都已经在向上了 还做了一个假的头肩理上来 他连这个假动作都做不出来 这事情真的有得大条的了 你不要告诉我说 老师明年 昨天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昨天有一个 有一个我不小心看到的 转开电视看到 蛤会转到一万八 你是怎么 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我今天是因为分析师没有说 因为年纪比较大可以骂 年纪比较小的 你从这里看到一万八 你是怎么看出来 来啊 跟我讲啊 如果一万八他会回到四百六十五 有没有可能 一万八他会回到三百五十 有没有可能 所以说他没有讲错 因为他没有一个完全的时间讲 但是我必须要这么讲一句话 他如果现在出来讲说 不排除再跌落一万二 一万二表示怎样 比方说前面的低点是有支撑的啦 所以其实他的看法差不多 只是记者帮他乱写 他说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往上他其实是有压力 这句话是对的 他不排除再跌回来 这也是没错 但是因为他只能讲指数太空泛了 你懂那意思了没有 大概顶多跟这些有关系而已 顶多跟这些有关系而已啊 那跌五千八百点不能做吗 谁说不能做的 三富不能做吗 一月二十一号请你赶快做观光鼓 二六一八长龙行在这里 当时我们也就跟你讲说 因为我要选 我讲三富你听不懂啊 你根本不知道他是旅行社 我讲凤凰你可能勉强 但是我也不能把我会员朋友的股票通通跟你说 后来我跟你讲说各位注意一下下 精锐跟什么 跟这个二四六八 今天二四六八还在赚耶 各位看到没有啊 长期底部 一百零四年 底到哪里 底到一百一十一年 这个才叫做底部冲上去两倍 看到没有 这个才叫做真底部 冲上去两倍 好吗 这才叫做真正的底部让你看到 然后八零三三雷虎 这种才叫真的底部冲上去两倍 这才是叫你做股票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啊 没有不能做的行情啊 一开始就已经发现很多人是做错了 哎呀 美国股市创新高 当然错 我跟你讲苹果概念股 我跟你讲特斯拉概念股 错了 他们两个都在跌嘛 景气循环 我们这个景气还会再往上高点 做梦啊 现在连房地产都掉下来 你还有景气循环 我们有没有新产品 没有啊 我们财务成长 尤其是今天还有人在讲 我都不知道这个报纸是怎么写的 可能是没有什么 2022南电营收高峰 然后你把它看说前半年大传 知道没有 前半年大传 后半年呢就没有 后半年就没写了 那我问你一件事啊 我第一次月考100分 第二次月考100分 第三次月考50 第四次月考50分 0分 第三次月考0分 第四次月考0分 平均还是只有50分啊 还是不及格啊 我发现最近都在写2022年创新高 你是去哪里 2022年分量上下半年 所以我说连媒体都在骗你 所以我今天讲这个话比较重一点点 我不能说重一点点 我是觉得讲白了啦 你看电视你就想要找一个好的老师啊 你看电视就要想到一个带进跟带出的老师啊 你看电视就想到一个能够把你找到未来的老师啊 我都还不好意思讲说我看了半天别人的节目我都看不下去了 4961底部赶快跟着我转 4961底部赶快跟着我转 长一天而已就把他当成神仙 他是一个整理完之后突然之间冒出来的右下角 你要的话随便送你也有一支啊 你没有发现啊 这个都只剩下当冲的 顶多隔日冲的一个价钱而已 哪有股票能够像这样的股票能够这样涨的啊 能够像这样涨的啊 金刚四支耶 四支耶 雷虎呢 五支耶 你说老师 那雷虎会不会不长啊 我告诉你一件事 不要说雷虎会不会不长了 台湾会不会不做这种MQ死神机啊 咱们就看着办 台湾现在就是整天要做军事啊 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的飞机一直在旁边飞啊 我讲个笑话是说 除非习近平有什么 那不可以 过年不可以说这样啦 但是习近平除非习近平消失啊 不然的话我们就是一定要发展军工啊 因为历来的所有的中国领导人 对台湾最凶的就是他啊 那你不准备武器难道你要坐得等死吗 讲完历年就是这样子啦 你那军队都打到台东外面在那边演习了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各位注意一下下来吧 这才叫真正的头肩底好不好 你做一档就好 你把你手上的股票换一档换两档就好 还有最重要是换一个好的老师 我没有说一定是我 但是一定要跟你讲真话 这个才叫做真的底部 跨年的这种月线才叫做真的底部啊 欢迎各位来注意这句话 一吐怨气 兔飞猛进 除旧不新 吸收会起 跟错人真幸福 跟对人真幸福 欢迎各位 年底什么都好谈 请你拨通专线 该为你自己找到一个兔年的一个开始 掌停 掌停再掌停 我们等您电话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订阅台股好事多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记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每周产业分析 专业分析师为您解析 扫描QR Code 订阅台股好事多 让您不再错过精彩节目 黄敬哲老师声明书 近来网络诈骗猖獗 利用黄敬哲肖向发送LINE讯息 提供不实的股票分析意见 或推荐建议 诈骗投资人 请投资人勿受骗上当 若有疑问 请拨打运达投顾公司电话 02-2781-0909确认 以免权益受损 运达投顾黄老师 酷运通达357优惠 酷运通达357优惠 出和您万事如意迎新年 玉兔迎春望全年 直线新春期间 立即报答02-2781-0909 2781-0909 RSI酒榻药